你是在什么地方出生的? 什么时候是你的生日? 不幸的就是,基于某些缘故 有些不幸的人对于自己的出生地和生日 都是一无所知的 要是福音讲到基督徒的重生 作为基督的跟随者 重生应该是我们独特的事实和经验 如果你想进一步了解的话 请研读《约翰福音》第三章 请你思考神的说话 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 从灵生的就是灵 我说你们必须重生 你不要以为稀奇 请你向神提问 亲爱的耶稣 我如何才可以经历重生呢? 请你实践所学的真理 请在神面前 承认自己的罪过 为自己的罪过灰改 并且接受耶稣基督为主和救主 请向别人宣告你的经验知识 请与同事和朋友 分享你的蒙恩得救的故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